我们刚才讨论了凶缩乳突肌的解剖 凶缩乳突肌的功能 以及凶缩乳突肌所引起的trigger point 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所有头面部的症状 从肌肉上考虑 我们都先处理什么 短缩的凶缩乳突肌 就好像中文说的面口合骨瘦一样 另外凶缩乳突肌呢 它与颈椎病和闹疹的关系 也是息息相关 那么都还源于凶缩乳突肌的紧张 引起的这个头前卫 它这个紧张上加日作用症 引起的肩甲体系 头夹肌和斜方肌的紧张 那么会导致 也会导致追动脉的压迫 所以会引起这个什么 头晕 那么这个理论呢 我们也可以从什么 从解剖列车的这个体测线 来解释 那么这是解剖列车的一个体测线 这个体测线 那么它和中医的这个胆经 有一定的重合性 那么整个躯体部分都是X型的交织组织 而且走行前下的肌肉 都比后下的肌肉更为表显一点 在头颈部区域 从后上到前下的胸手褚足肌 和从前上到后下头颊肌 这样一个交叉 这个头前胃的状态就会破坏这种平衡 导致胸索乳突肌的向心化 和头甲肌的离心化 那么这时候呢 这种错误的动作 还会导致什么呢 上斜方肌和肩甲气肌 那么都会辅助这个甲肌的离心收缩 那么从而控制头部 别掉下去 这样的话呢 就会引起上肃肌肉 经常会帮你 就是这个上斜方肌 肩甲肌和头甲肌 上斜方肌 肩甲肌 头甲肌 由于这个 他要持续的做工 持续的做工 这种离心收缩 导致的他的 形成的一些肌痛力 因此会感到颈肩 后部的疼痛 所以说呢 我们经常 做办公室的人 做了很久 做办公室 做的不端重的人 那么他的这个 经常出现的这个 头颈部的这个 后方的这个酸痛 其实问题要从什么 要从前面处理 首先第一个 就先去解决这个 紧收缩的胸锁乳突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胸锁乳突肌和颈肌病 烙着是息息相关的 好的 谢谢大家